今天与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 Mean Business这个使用的表达 希望能继续为你的英语学习和交流能力充充电吧 Mean Business,你的business不是指生意或业务 而是指正经事 看例句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right away As it will take some doing to complete the task 让我们立马干正事吧 因为要完成任务会费一番功夫 这里的get down to business意思是指干正事 同时take some doing 这个使用的表达是指费一番功夫 于是business前加上动词mean就是指我在说正儿八经的事 我是认真的这类意思 看例句 We have to get a move on Come on,I really mean business 我们得抓紧了 嘿,我真的在说正经事 大家顺便注意一下 例句里的get down to move on 这个指抓紧时间的使用表达 I'm on my way And I mean business 正所谓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最后欢迎大家给本节课留言 用今天学到的表达造音两个句子 以加深印象和让大家也观摩下是否正确吧 你如果有系统学英语的需求 请稍微微信探寻学习计划 喜欢本视频就请点赞留言分享或收藏保存吧 同时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订阅本频道 同我学更多实用地道的英文 Thanks See you